大家好,來到自負通的股市自由針 經常說股市最怕有黑天鵝出現 但有很多突發事件 其實上半年以至第三季都已經出現了 是否代表著第四季可以平平安安度過呢 就要和嘉賓一起談談 Dennis 你好 Hello 我們過了業績期 又過了一些重磅的數據 甚至有些突發的政治事件 之前都已經發生過了 第四季是否可以安然地持負度過呢 要看看市況先 你覺得暫時來計 對,美股是頭三季的表現 和預期有沒有一些很大的落差呢 其實大致上都符合我們的預期 我們年初有一個預測 我們每年都會做一些研討會 都有分享過 今年上半年是比較艱難一點的 但我們希望到第三季就有機會讓我們出手 即使用多一點我們的預測 我們上半年看探的原因 其實現在市場上基本上都發揮了 第一就是通脹和滯脹 再延伸出來到resection 這件事就會影響公司的企業盈利 而為何會這樣看 基本上就是因為2020年疫情的時候 聯儲局印銀指引到這麼多年中最快的速度 而現在這件事是直接派到到各位用戶的手上 等於像我們香港的消費權一樣 即是你真真正正拿了一塊錢 就憑以往的財政方法不同 可能是進入一些銀行體系 而影響的通脹是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再演變下去 去到今年上半年 簡直又不是 好像剛才說的戰爭 俄烏戰爭 這方面再推高了通脹 而再令到產業鏈又可能再斷一斷之下 令到相關的食品都高的時候 我們就在Q&Q2的時候 更確認這件事會出現 但是去到現在 叫第三季 這個預期我們自己其實是OK的 我覺得市場上 對上一次的CPI的位置出了手 看見以往的歷史 就是股市見底的時間 你簡直是 這個圖可以看到是對位的 即是歷史基本上就是再重演了 對 變成很多分析師或者 大家在媒體可能看到的分析 都會用這個來做一個假設 大家英文就叫periods 即聯儲國已經去到一個空間 大家在期望下年不是加息 是反過來減息 而熊市佔整個牛市 或者整個股市的時間 其實大概少於20% 我們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即是不計港股 我只是說未估到 變到有一筆錢 其實就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想買貨 如果你看回BOFA或幾類的報告 你都會看到 很多基金經理人 或者宏觀策略的基金 再不是3至70基金 他們都已經有大量的現金在 那為什麼這陣子貫得這麼厲害 可以低位反彈20% 如果你用這個幅度來的 其實是50% 即是要扣一些指數 其實甚至乎這裡有一個統計 即是以往如果你反彈50% 基本上是不會再穿回底部 所以你剛才問第四季 我們是否去到第四季時 是否應該部署好一點 其實第三季 我覺得已經 我們已經進聚了一點 特別是早這段日子 其實第三季都走到尾部 我們都買了不少增長股 買了不少增長股 但是就憑以往前兩年 就說乾媽 Cavin Wood那類 我們就不是集中在那邊 乾媽入面有渣機 我們都有的 可能有一兩隻 但是始終它 很難這麼短時間內 一個人成為了焦點 然後你再看AUM 這段時間是增加了很多 市場上大部分 很多人去玩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操作 就不是很喜歡 滾進去 就正如現在 如果我用短線 說回中短線一點 這一層大家做的事 是做的什麼 就是short covering 中短線我們是反而報仇一點 但是第三、第四 整個長一點的框架 而為何中短線我們看得差一點 就是因為這一層很明顯是一個short covering 你會看回很多 剛才我說過的三類型 甚至乎用interest rally 去做一個標準的基金 他們在這段時間 是賣了五十億或一千億的資金 是用回股市 而這個速度又是在這年多中 是未見過的 而為何就是我剛才所說 他們持有的現金比率比較低 然後突然間周圍都說 CPI見頂了 然後period了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去覆蓋倉 去買回自己手頭上的股 但是這個問題是否解決呢 市場上是否去到第四季 就再沒有經濟問題呢 還有現在升一浪之中 我覺得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Sort covering 第二就是剛剛的業績 剛剛未估出的業績 其實巨企是交到功課的 甚至乎仍然在增長 而這件事 再下去夏季或夏年的時候 能否維持到呢 我不是很樂觀的 只是在整個框架時間點上 我們應該慢慢增持部署 但是你說中短線 我覺得暫時應該要保守一點點 Dennis問一下 最不樂觀在你心目中的 會是哪類型的企業呢 因為好像你這樣說 剛剛過去的那個美股業績期 我反而覺得是有點驚喜 因為原先在前一季的時候 大家就說看企業的管理層 似乎就打定輸數了 已經預先張揚地告訴你 下一季即是剛剛那個季度業績 不會是做得太好 亦都叫大家好像有心理準備 有很多的挑戰難題出現 但是現在看回剛剛那個業績期 就算一條數做得不好的公司 都仍然很樂觀地去面對 就說有信心全年業績是可以達標的 但是你就說不敢看得太樂觀 你覺得有沒有哪些行業 就是感覺是危危符的呢 反而我覺得美國對巨企 下一季是要小心的 因為就是今季市場上 看到他們的預期好了 但是其實我剛才一直說 有說staffition也有說reflection 如果你根據我當只是一個light的resection 不是一個deep的resection 以現在那群巨企的PE或PB的Valuation 其實是很高的 都依然是 調整了都仍然是太高的 以反彈 即現在反彈了的幅度去算 依然是偏高的 而市場上面對他們的信心 和那群錢都仍然是買在那裡的時候 反而這一堆我去到第四季 我不是太樂觀的 你看我剛才說我們第三個增持 反而是一些增長股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價值股 即一些reaction比較低一點 但是反而那群巨企 我不覺得說很安全 即當然在業務上 和當全球經濟不好 全球處於一個黑天樂的環境 甚至乎隨時可能有 不要說公司爆布 甚至乎可能國家爆布之下 這一堆巨企它是最有能力生存下來 但是以估值和整個週期這樣走下去 我覺得反而它們是有個風險性 唯一可以救到它的是油價 因為油價就會影響到聯儲局對息口的做法 而息口的做法就很影響 算科技股 算這堆大期的valuation model 除非 其實也不是不可能的 俄烏在八月底的時候 或者九月頭打完仗 而令到油價進一步的下跌 反而這一個 是我覺得對這堆科技股最利好的因素 如果不是的話 它反而應該是慢慢慢慢跌下來 其他增長類型 反而就是一些valuation從股 甚至乎港股可能都有些機會 不過我們這個多月來講 我們相對上看日本好一點 你見整個亞洲入面 是唯獨日本是破到近期的高位 但日本有些甚麼好的因素呢 我們見到就是它的貨幣政策 其實大家就說都沒有甚麼條件加息 亦看到其實中小企業那邊都怨聲再度 就是覺得經營環境是很困難的 但有些甚麼支撐著股市的表現呢 其實是有堆東南亞資金 shift了過去 就是很明顯你看到 還有日本的cash 其實都在插進 因為我們自己看第三季之後 美元就很難一枝六獸 其實頭三季美元是最強橫的一樣東西 持現金 還要是持美元才真正正正補到值 基本上頭三季 我們覺得到第三季 每次第四季就開始不會有這個情況 特別是全球其實都開始加息 即是去追回聯儲局的加息程度 而令到整個外幣 甚至其他商品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反應 那變到 你說整個美元體系未必可以維持到 在這個位置下 港股商品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個反應 甚至乎我一直都比較喜歡的 crypto currency 這個都是在第三、第四季 我們相對上會看得好一點 而剛才所說的能源價格 有的能源價格 其實可以看中台的局勢 會不會引起另一個話題 但我自己就不算好樂觀 不過說到資產的配置 都是要看回整個大的經濟環境 Dennis 我稍後回來 其實都是要看看聯儲局 未來的貨幣政策的走向 如何影響整個金融市場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股市自由針 Dennis 我剛才你也提起 其實令到大家可能都覺得有些少的意外驚喜 或者意外收穫 反而是日本的股市 其實它好在哪裡 或者是為何吸引到一批資金 願意去投資呢 最主要其實 如果看回過往十年 我們投資一些強積金 或者賣基金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看到一個 Ex-Japan Ex-日本 日本除外的 是的 現在調轉 就Ex-了另一個國家 就是中國 很大機會 變到有一批資金 其實反而這件事就轉移到日本 特別加上日元拆倉之下 其實日本也有一對 相對好少許的企業 而且日本是經歷了超過20年的通縮 它終於可以擺脫到它有通脹 雖然不是一個良性的通脹 但其實對它來說 相對其他國家是好少許的 一個Compare之下 而令到這一批資金湧進去 你說可以走到多遠 其實我們都不肯定 但我們一向的做法 就會見步行步 暫時我們看到方向性 仍然在那邊 不過說到見步行步的話 其實去到年底之前 我們是不是繼續都要官乎 或者是很緊密地 去觀察聯署局的舉動 即是說下年有機會減息 大家也要看看今年年底時 會加到甚麼水平 其實大家說 無論加0.5號、0.75號 加到多少都好 其實都是可能最頂盡 都3.5或3.75 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息口 大家都很久沒見到 但跟所謂的通脹 見頂回落的數字 百分之八點多 距離還是很遠 很遠 其實很有趣 剛剛的CPI是8.5% 大家是覺得很開心 跌了很多 好像通脹已經見了 沒機會有問題 其實8都很高 很高 還有大家想回3月份的時候 說8.5的時候 大家是嚇到瘦了 嚇到8.5通獎 怎麼跑贏 所有東西都輸給他 然後那個是怕聯儲局 大幅加息 收水 而令到股市大跌 但現在8.5就被市場 好消息的變成 是的 很有趣 這件事其實是聯儲局最厲害的 就是控制到市場上的預期 甚至息都未加 已經令到你3.5%的Mortgage 很多的息口已經上了去 而令到銀行體系 很多東西不需要點商之下 就已經控制到整個經濟 很多的公司 是非常好的事 但問題正如剛才所說的 CPI 8.5絕對不低 我們期望9月加0.5以下的機會接近是0 其實是很難的 以往大家看 現在好像息口3.5 但你和8.5其實是否還差很遠 其實有些時間 甚至70年代 Poker最瘋的時候 可以你的息口是高於你的通脹 如果息口多於你的通脹是超過8 我當你過了9月份 9月份因為基數比較高 其實CPI 9月份之後的增幅 應該不會再在8%以上的高位 因為基數高了 這也是聯儲局取巧的地方 它上年慢這麼慢 不會通脹很厲害 因為它的% 它是慢慢移動 移動到上年基數都很高的時候 今年就已經 CPI不是很高 只是7 但其實你看回實質的數字 你夠豬肉100元 但其實現在可能都是120元 都是高了 高了不少 變成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們就看中短線市場上 過於樂觀了通脹預期 是會完成了 特別是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比較結構性的通脹上面 是在說超過一個35年的周期 即是對上一個情況 其實已經真的去到1970多年 1980多年 而這件事都令我聯想 其實2020年疫情的時候 之後我們便會想起 當年聯儲局雷曼 去爆煲的時候沒有足夠 那我就覺得它很大機會 就不會犯同一個錯誤 而現在反過來 我也覺得聯儲局不會犯同一個錯誤 就是不會犯1970年年代 太早地減息 而令到你的通脹是繼續上 而損害到經濟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這樣 變成不是那麼容易去降利息之下 你整個股市環境不會太好 變成為何我們中短線反倒了20%之下 你再很大力去買 或者很樂觀地去看 是很危險的事 但是現在整個市場上散戶 即可以看一些Port Call Ratio 或者我們基金的資金流 你會看到整個市場上都是在淡 甚至我們有一些sentiment的統計 或者一些Rest Scrapping 去看回Bear Wally 或者這個熊市反彈 那個數字是創了20年的新高 去搜尋這個字眼 當然可以搜尋這個字眼 你是覺得它不是 這個就是你做AI 我們做統計的時候 有些一些藝術位 但是看到市場上 大家都是偏淡 我覺得需要一個 即接下來第三四個就是 當市場上慢慢這個聲音 開始轉變 看回好的時候 大家就要小心 可能就出現那個回調 但是我覺得轉變的速度 可以很快 我們說回整個事態的發展 其實當是去年年尾 你都聽到很多聲音 就說港股已死 全部都說要轉場去美股 然後就說新一代的投資者 就直接可能是沒有投資港股的經驗 已經是第一次落牆 就是在美股那裡有所斬獲 但是去到今年可能 即未到年中 已經又說技術性陷入熊市 即是美股 我真的由高位回調了 都超過20% 但是到最近開始看到 有些投行出報告就說 準備迎接下一個牛市周期 我在牛紅牛這個 pattern 中間是沒有透氣位 即是很緊接 還要是短短兩個三個季度的一個轉變 我自己的情緒都調節不及 其實用以往宏觀或傳統計法 是真的很難 每一個位置跳得很快 即是現在加息都未加完 你已經在炒減息了 但是整件事沒有辦法 因為由印銀子那一刻 到他收水或加息那一刻 甚至中間所有的政策 很多時候的量和量體 都是這麼多年最快 亦都不排除 其實今次的紅市 我覺得跌幅上是可以 即是之前的底部是可以足夠的 但是唯獨是不足夠的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你要整個心態 真的為何紅一紅二紅三 就是很多時候你要令所有投資者都絕望 好像你剛才說 已經沒有人看港股了 即是美股未出現到這個情況 這樣才有機會真正正進做到底 而這件事除了跌幅之後 另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時間 即是紅市如果以他這麼深 和這麼多結構性問題的紅市 時間是絕對不夠的 理論上起碼行不到Q4月賣 如果你這樣算 但是我剛才不是說 所有東西都是以一個最快速度 所以為何我們說要第三至四個 就已經開始要迷 因為我真的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幾次遠 其實做投資也是 即是很多東西 我們不要覺得自己可以掌握到 即是你看看所有巴菲特亞 所有長期的被動營基金 他們的表現現在可以拉幻 跑贏指數就是他們不是每次的時間 變成我們做一些投資時 想想自己怎樣去部署 反而港股我自己就喜歡一些 Valiation比較低一點 甚至是NAV比較低一點 即是有一個價值在 你看到最近利福都私有化了 即是甚至乎 或者太古 金朝陽 酒店那些都會 他們有一些資產 是會值錢的 即是你香港 怎樣 其實你怎樣都會開關 你怎樣都有一定的消費能力 你怎樣都要生活 變到有一些物業 或者一些租金的價值 很多時候是一些公司上面是有的 在這裏反而是香港容易比較尋寶一點的地方 而你說成交或者炒賣 說真的我依然是沒有希望的 即是其實我都很支持香港很多東西 甚至NFT 其他我們都很多時候都支持香港 是唯獨這方面就真的難長期去支持香港 甚至乎你看看整個人口的結構 即今年就有了11萬人 是這麼多年以來最高的 這件事其實都很直接影響成交 你再看來新班年輕人 他們情願炒蜜蜜蜜 都不炒港股的時候 那後的又退了 又走了 新的又沒有 你怎樣期望 你怎樣期望香港的成交 或者炒賣程度可以回到以前呢 甚至乎港交索 我都覺得不是說真的安全 或者很划算的原因 現在大家都期望很多美國的中資 回來上市 現在有很多成交 而且香港送禮一定是港交索 最受惠 還有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都是他不會走立 但是以他的估值來說 我覺得已經反映了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很划算 其實我自己都說了一年 有多就是 反而交易索 我是買了一些 在蜜蜜蜜方面的 可能是 Binance 或者 FTX 或者那些 但不是美國上市的那些 那類型我們自己反而似 即基金不可以了 即個人其他地方是有似有的 相對上的前景或發展 是會比香港這一方面的東西清晰一點 不過第四季依然整體的金融市場 還充斥著很多變數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有一些向好的跡象 但某些市場 例如歐洲那邊 其實講他們的危機 都值得去關注一下 下星期回來 我和Dennis一起看看 環球金融市場當中 會不會已經有些炸彈埋伏了 大家真的特別要提防 Dennis剛才也講了部份的股份 自己個人持有的 有沒有哪些需要申報 個人持有就應該沒有 廣交所可能有相關的獻生膽創 好 謝謝Dennis 約定大家下星期的自負通再談 即使你的女兒 零咩 比 溜咩 artists 這些叫做